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家有儿女》播出17年。 演员现状令人唏嘘,杨紫诚流量由浩然淡出。 不知不觉间《家有儿女》已经播出17年了。 2005年,这部剧凭借2.3%的收视登顶, 几乎每年都会被电视台重播,一度成为国产情景喜剧难以翻过去的高山。 时光如白居过戏,当年追剧的观众们都经历了高考、工作、甚至成家。 演员们也都有了不同的归宿。 张艺山,转战实力派演员。 出生在北京胡同的张艺山,受家庭熏陶,5岁便开始习武。 后来被导演徐耿看重,饰演小兵张嘎中同乐一角,从此便开始了娱乐圈之路。 乐乐角色的成功让他获得了出演流星的机会,一度成为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但他也因此拘泥其中数十年之久。 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定位,所以在沉寂的那些年,他努力钻研表演。 直到2016年网剧《鱼醉》让他重新被大家认识。 七个我老炮儿、春风十里不如你等电视剧中精湛的演技彻底撕掉了他身上的童星光环,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回归。 但2020年《鹿顶记》中张艺山饰演的《韦小宝》却引来了无数的批评声, 让他的事业再一次陷入低谷。 21年的他几乎是消失的一年,电视剧中戏份不多,电影成绩也并不理想。 但2021年的作品类型中,他开始与悬疑剧切割,将重新放到了证据圈。 可见,他在踏踏实实地创造作品。 22年,张艺山的带播剧是曾少年, 匹率的形象和他适配度很高,期待他再给我们带来惊喜吧。 杨子,九十花流量女星。 或许因为母亲是文艺工作者的原因,杨子从小便对演戏感兴趣。 据外界传言,杨子的父母非常支持他, 曾整理了他的资料,跑遍大大小小的剧组, 只为给他争取到几个角色。 在七岁时,他参演了电视剧《如此出山》, 后来又陆陆续续演了一些角色,有了些名气。 12岁那年小雪一角的爆红圈粉无数人。 本以为前方星途璀璨, 谁知家有儿女第三部他因种种原因没有出演, 又因为青春期的到来,他开始肠豆发胖, 形象不再适合大荧幕。 宋丹丹给他的建议是为了长远考虑, 别当演员了。 但他太热爱演员这条路了, 便拼尽全力撞开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门。 往后的路慢慢顺利起来, 2016年欢乐颂爆火, 让杨子再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香蜜亲爱的等电视剧《让他大火》, 成为娱乐圈顶流小花之一。 21年的他播折不断, 本应上线的两部剧都未能如愿播出。 好不容易等到转型剧《女心理师》顺利开播, 但因为口碑等原因, 未能得到很大的助力。 不过还好, 他的资源不断, 还能慢慢来。 由浩然, 沦为无戏可拍。 由浩然很小的时候便进入娱乐圈, 一则妈妈, 洗脚的广告让这个三岁半的小男孩, 被很多人记住。 大宅门等电视剧中的优秀表现, 让他被称为小神童。 家有儿女中下雨一角, 让他的演艺事业又上一层楼。 本以为日后的星途会很顺畅, 为了满足神风刀中阿卜一角, 他的体型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动作不规范, 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休养很长时间使他很难受下去, 这给他的事业造成巨大影响。 就连考北京电影学院, 也被刷下来两次。 入学后的他没有认真提升演技, 反而忙着外出拍戏, 结果遭到了网友的吐槽。 二十多岁的年纪没有活力与朝气, 和周围人格格不入。 在宋丹丹60岁生日时晒出的合照中, 有杨子和张艺山, 却不见尤浩然。 可见, 这些年他和大家的关系很淡。 现在尤浩然很少拍戏, 日常微博都是和电竞有关的。 但尤浩然还是一个年轻演员, 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给我们一个惊喜吧。 高亚林, 多个角色来回切换。 高亚林军系毕业后, 由于没有来源收入选择进修导演。 在家有儿女杨光老爸火起来之前, 他在圈内是以反派为名的, 让大家最熟知的便是乱世英雄吕不韦的烙矮一角。 下东海虽然火了, 但是他也被定型了。 因此, 他转战导演和制片人。 2014年, 他与沈镇创立了家会议和 投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由于题材敏感, 40多位投资人选择撤资。 为了资金, 他甚至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好在人民的名义收视率暴涨, 豆瓣评分9.1, 一场豪赌, 让他成功转型。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高亚林饰演的父亲一角, 用精湛的演技再次回到观众视线。 这些年, 他在演员、导演、制片人等角色中来回切换。 但无论哪个角色, 他都做到了极致。 不同于还在娱乐圈活动的其他人。 宋丹丹在60岁时选择退休, 偶尔参加一些综艺。 更多的时间是回归家庭, 陪伴家人, 偶尔还会被媒体拍到和老公夜跑。 可见, 宋丹丹退休后的生活很快乐。 最令人难过的是爷爷的扮演者文星宇, 2007年因为癌症离世, 享年66岁。 家有儿女中的其他扮演者, 有人已经成家, 有人在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 17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唯一不变的是, 他们带给我们童年的共鸣与快乐。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